大家要關注正在舉行的 博敖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不同於往年 今年年會期間5Ga 也就是大家常說的 5.5G移動通信技術 完成了在海南的商用首秀 海南自此正式邁入 5.5G移動通信網絡 規模商用新時代 在博敖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的主會場 網絡運營商工作人員 正在進行覆蓋會場的 5.5G通信網絡信號的測速 今年年會期間 低時延大帶寬高速率的5.5G信號 為會場帶來更好的網絡體驗 今年我們在這裡部署了 海南首個5.5G的應用 這個主會場 我們目前的覆蓋率 是已經達到了100% 然後我們的下載速率 目前的峰值速率 是達到了4個G每秒 相比的傳統5G提升了10倍 作為傳統5G的增強版 5.5G通信網絡通過輕量化 通感一體等新技術 實現容量和連接性能上的提升 也能直接提升用戶 觀看高清視頻 網絡直播 螺眼3D 以及使用VR設備時的體驗感 3D的視頻偏遠 它通常是一個4K以上的 超高清晰的視頻 通常對我們的網絡的要求 是比較高的 這個5G A的網絡 能夠很好地滿足 這種超高清偏遠 平板上就可以有一個 螺眼3D的視覺的效果 非常地清晰 像是要溢出來一樣 會場內 最新通信技術完成首秀 會場外 海域通感低空經濟黨5G A前沿通信新技術試點 加速在海南落地 持續推動海南由雙千兆 加速邁向的雙萬兆 打造萬兆自貿港 為海南自貿港和 自衛海南的建設 提供更加優質和先進的 新技術設施服務 在本屆博敖亞洲論壇年會上 與會嘉賓也表示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 人工智能等領域 也在加速迭代 行業應用融合發展 國際合作深度協同 這些趨勢正在為 亞洲發展與合作提供新機遇 在這類企圖的技術 包括AI 強硬的AI 還有 雙方的工智能 和 融合發展 這些都會 合作成功 成功成績 所以 我們需要很多資料 很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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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技术都联系统,结合了, 那会不会被描述。 我们必须要预备, 那么快。